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208年五神团小组赛第一轮的一个比赛 观察光调游岛对面,胡光颜 因为第一轮比赛的话,没有强强对决啊,很难有的 很难第一轮比赛有强强对决啊 基本上就是豪门打一些相对还比较弱一些的福气吧 那游岛这边啊,也是难得一见的上了这么一个三嫂大唐 确实平时上的不多 女儿武装化身第五三嫂大唐一把阴振 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武装官的丹风 配合着化身四甲普陀山的两个辅助啊 再带着化骨山加魔王 游岛这边三十一回合触发一把侵蚀 大唐这边已经有了十层的建议啊 就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啊,有一说一 三十回合十层的建议并没有完成咱们说的三十回合的一个集合线 稍微靠后了一些 当然这一波触发侵蚀的话应该成功的可以完成自己的一个前期的积累啊 地府这边手里三点零元也是没有用过 前期对面也是把观众坑压得比较难受吧 游岛这边化身色都倒了两次了 毕竟三嫂大唐他前期没有任何的威慑力 所以说挨打很正常 你就挨打就对了 再加上对面花骨山的输出确实比较的暴力啊 扫一下对面孩子呢,这孩子点了防御 小棋子立起来 大唐三十一回合,谁曾建议到位 四千五千 余岛前期除了啊 完成谁曾建议 除了第一次的连破是必出的啊 第一次捆扫的连破是必出的以外 一次连破也没有出过 所以也会比较影响节奏 但话又说回来了 没出连破 他也正常啊 也属于正常范畴 毕竟他是一个概率性的东西嘛 大唐这边 朱天康护也加过三层了 这样立起也立起来了 拥有谁曾建议以后呢 就踩踩干将啦 对吧 把朱天康护往上补一补呀 魔镜孩子现在也有了 基本上伤害也可以拉慢啊 再加上打到正规赛 他是有特性药的 时不时给他再来个提气的特性药 加伤害的 输出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再加上呢 实在不行不含有巨剑吗 只要地府小死亡能挂中 怪男方就可以顺利的延出去 毕竟对面没有女儿村 没有人可以影响地府去挂 去延长的 双方护摇铃到 魔镜家上 大唐踩个干将 补一手伤害 灯头亲帽帽 乖 乖乖一号位孩子 还不是个魔镜呢 神药再神 鬼祖孩子 跑了 鬼祖孩子跑了 对面花过一把青蛇当头 碎于强控 两下 中了 说白了 鱼岛这套阵容就前期看双风戏啊 你有一二数嘛 你双风戏命中高一些就不会出什么太大的纰漏 后期看地府和大唐 你一个是挂小死一个去点杀嘛 人无魂 大唐踩着干将有提气 状态还不错 但是他舔了 也没飘出漫天 当头一把 直接过来 继续压化身 化身死又得死了 鬼祖孩子估计得第三次倒地了吧 对面花过山也是两把漫天飘的还不错的 前期就平A了两次两把漫天都飘出来了 温柔一棒都看哭了 哎 化身死没死 腰热山给啃下来了 当然倒地也无所谓啊 毕竟本身化身死也没啥上限了 倒地也无所谓的 再加上对面 他不是没地府吗 影响也不大 倒地一个九转的事 拉起来一推拿也是一样的效果 哎 对面水清包了一下 可以既能保出手 还能防点杀 完美 6500开刀 这个伤害 哎 对面地府啊 哥哥地府被建设的建设处163了 对面魔王啊 什么地府 对面魔王 被建设处163了 163了 魔王被建设处163身上还有一个毒 你不会被毒死吧 守住花果山的尸体 163这被毒死了 换那话还砸了两个钱来补充一下伤害 没杀掉花果山 意外把魔王给干掉 当然魔王的小嫂马上就结束了 下个回合化身四能直接吸走 魔王就可以直接拉起来 地厅换出来 当头 两万 两万六千九 把大唐压死 遇到这边 换地厅 对对面上点压力 防一防地厅 观察方也能拉扯出一定的空间来 化身四还得叠人心呢 刚才放过推哪的 现在没人心了 此心吸走 魔王可以直接拉起来 战敌加上 天力铜兽再爆一下 哎 有罗汉 那就问题不大 精心 继续摇铃铛 再来一把尺 尺子也扔了 罗汉也盖了 地厅基本也就没啥用了 偏红一击 守住花果山 保地厅了 观照万象 看看能不能把这孩子清掉 也行 能清个孩子也不错的 两千七百四 哎 这咋还是个故障地厅啊 打孩子都是两千七百四 都没点波动的 这地厅没法波 应该是没有法波 一点波动都没有 就两千七百四 清风望月 暴鱼虾出手 法生死 再活 可能血量还是不够少 那就踩个塔 或者踩个纸儿 啥的 起个纸儿 下回合化生死 再活一口卡个紫星啊 或者大金 他就可以顺利地扫出去了 继续守花果山 会花果山游戏体验 碎于强控化生死 那关键后 这边还能接着点 这回回口 没点 因为大唐手里还有巨箭呢 实在不行 拿巨箭也能张罗的去点一点 关魂招拉起来 起个风铃火山 奇迹如风 一二三四处 这风一起 一二三四处 全哪 小死亡 再点后排 魔王 天地同兽 保了花果山 对面魔王这是 点了防御了 防了一波 一个天地 保了花果山 一个 防御 保了自己的魔王 必来 点了防御稍微高点 下个回合 关键皇这边 好像还能补到呢 哎呦 打出163了 他能补到呀 砸钱给把魔王砸掉 一二四都有 他可以补两下 所以对面魔王必死无疑 不用想了 前面也触发过几次 163了 魔王倒地 关键皇下个回合 就可以延长了 你要知道地府 现在手里 五点零元呀 对面只能尝试的 用法宝了 认个什么 无魂翻文侠的 而且只能对面 武装官一个人来认 其他的速度 都比关键皇地府 速度慢 只有武装一个人 可以认法宝 感觉这个限制条件 还是限制的 有点死了 关键皇只要化身死 一把清心咒就可以 需要一个清心咒 女儿去扔个什么 无字经之类的 一把金钦 因为乾坤也没有 去扔无字经 对面果然扔无魂了 关键皇清心咒 保一下 就可以顺利地延出去了 这场比赛对面 法宝还是有点好用的 所以清心咒该保 就得保一下 三点领域的岩床 送出去 接下来就关键皇寻找 下一个尸体点点你 你看这 无魂很准 女儿倒地 女儿倒地 哎呦 出了连破还摇跑到对面 一个孩子 这波遇到运气不错的呦 来了一个连破 花果山自己的话肯定是独木难支嘛 想要花果山一个输出 打出爆炸的效果 那前期一定是把所有的状态拉满的 什么猪天看货呀 漫天之类的 你打到祸期 才能一个人单挑一对呀 但是咱们也见过啊 就豪门打四宝一花果山 然后周围还得有一圈人 给你保家护航 你四宝一嘛 就类似于关键皇 遇到这套车 得有人给你保家护航 对面明显没这个能力嘛 他是一个212 他不是四宝一 周围三速武装 你的速度东西也没有 所以说给他保家护航的人也不多 或者是能力不够吧 保家护航的能力不够啊 你说一个三速武装吧 还有一个宙师不够 你这咋保他呀 他前期的状态 除了两马漫天啊 就是那种永久性的状态 也没其他的东西 点的也不是猪天看货 那套经脉吧 也没什么猪天看货 就两马漫天的 差很多的 后边遇到这边 还要换地厅 在宝宝方面 就是你普通团队所启迹不了的 一段飞掉 有个四蝎 再换地厅 无间地狱开起来 观众方要直接清潮 就对面前期打的是相当不错了 当你三嫂大头没有太多的反抗力量的时候 对面撤那个机会也打出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终究还是差一点啊 就宝宝质量方面差一点 人物的输出没毛病 不管是魔王也好 花骨身也好 前期打的都很好 只不过比赛时间太长 咱没法做 差点把鱼道给推出去 但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宝宝的输出不够 如果对面有点那种高质量地厅 或者高质量的善恶 就一点点 像豪门这种 你肯定是达不到的 可能有那么一波啊 或者有那么三五个地厅 也不用太多三五个 你说都像豪门这十点二十个的 不现实 这不开玩笑 当然对面就是这种条件 他是达不到的 所以那口气他提不上来 提不上来呢 就清不掉 关掉黄就能反攻过去 高输出地厅 要拿捏对面化身色 吸收了一下 化身色也 打掉了 那比赛也就结束 而且大唐首领 马上 五点 五点零元 马上就六点零元了 有两个三点零元的巨剑 都可以砍到一个 九千到一万的血的巨剑 两把 两把足以清场 足以 左招之伤捕一下伤害 六点零元 九千 六つ 六点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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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